怎麼樣 我怎麼聽到前面 我們在終於玩到看到了一個遊戲 就是火車記憶遊戲 等一下呢 關主會在每一輛的火車上面放東西 我們就要憑我們記憶去猜 去記得哪一個火車什麼東西 然後寫出答案 答對最多題的就是贏家 第一輛夜車即將開啟 吃貨門站即將抵達 有上車的旅客 請盡快上車 火車馬上就要開走囉 沒任列車 行經過程中我們都會出三道題目 第一題 請問 第一號車廂是什麼顏色的 請回答 全部都是黑色 答對了 請問 這一次開的列車中 總共有幾樣是紅色的 對 有兩節列車是紅色的 嘿嘿嘿嘿 請回答 第三題 請問第四節列車上面裝的是什麼 就是忘記第四節 剩下波拉 一一寫起司 點點寫蝦子壽司點點答對了 那氣質在哪裡 其實第五格啦 我把箭子忘記了 第一回合 我得到兩分 我得到三分 我也得到兩分 要 1963號次的 開往赤歐門站的列車 即將抵達 第二輛列車上面 總共有六節車廂 請赤歐門開始 記住上面是什麼東西 要下車的旅客 請盡快下車 不要忘記車上的東西 請問 這一次 黃色的東西是放在 第幾節車廂上面 一寫一和六 錯 正確答案是 只有第一節車廂的 蛋壽司 欸那是第五節 好 我已經忘記第五節了 好 好 第二題 紅色的東西 放在第幾節車廂上面 正確答案是 第二節安第四節 耶!耶! 喔那二四 都答對了 最後一題 請問 壽司捲有幾個 正確答案是 四個 真的四個 我還可別看他有幾個 他三個疊在一起放一個 哈哈 好 四個 好 我在看綜藝碗很大的時候呢 吳宗憲教的一招拍照機吧 當列車經過的時候呢 用眼睛這樣 把他每一張照片拍下來 等到他問題目的時候 就在看同樣的腦海裡面找出那個照片 我等一下就要來使用這招 我們來試試看這招照片的眼花小 觀眾只看到我們眼睛這樣 一直在眨著 第三節列車即將啟動 要下車的旅客請盡快下車 趕快把每一節車身的東西 都記住吧 好難喔 好難喔 這是我記得最熟的一次 哈哈 放在第一節車廂上面的東西有幾個 正確答案是 四個 第二題 第二題 請問 第二節車廂和第四節車廂加起來的東西有幾個 第二節跟第四節 正確答案是 第二節和第四節車廂加起來是三個 耶 音音和甜甜答對了 最後一題 第六節車廂上的 蝦仁握壽司 上的蝦仁 有幾條紋路 誰知道 哈哈哈 你說有幾條喔 有幾條紋路 扣掉蝦尾喔 所以它上面有斑點 蝦仁不是有斑點嗎 是有顏色的幾個 對對對蝦仁應該是白色 上面不是有斑點 有斑點 太難了啦 正確答案是 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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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沒在記喔 真的 我們下次會知道 看來觀眾也沒記得 你們應該也沒有記得吧 這超難的耶 好我們準備要進行最後一亂 要改成超高難度的喔 唉 現在目前我得分數是五分 我七分 我六分 唉唷 太難了吧 你們剛剛都用什麼樣的方法去記 對啊我是記數字 比如說第一節有兩個 二三四五 然後東西我是按照我的頭腦記 喔 這一趟列車將會是最後一巴 所以呢上面的乘客非常的複雜 請大家記得 記錄一下 混搭 是嗎 混搭 要過方彈 真的 完了 完了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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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出題! 請問 鮪魚壽司 放在哪幾類的車廂上面? 兩節車廂 好答案都是寫一三 恭喜你們答對了 好厲害 差點兩千四 請問 第四節車廂上面放的東西是什麼? 好緊張,好安靜喔 好可怕 第四節嘛對不對 贏的答案是葡萄跟蝦子壽司 沒有吧 然後點點是葡萄跟黃壽司 波拉是葡萄跟壽司捲 正確答案是 為什麼沒有葡萄? 為什麼沒有葡萄? 欸葡萄不是第四個嗎? 葡萄不是第四個嗎?我的天啊 最後一題 好難喔 這一次的葡萄總共有幾顆? 那我實在全忘啦,其他都會忘 正確答案就是 八顆 好啦 比賽結束了 看得出來我年紀最大 因為我才七分而已 你呢? 我八分 我九分 果然是最年輕的記憶最好 真好 好啦 恭喜甜甜是記憶王 沒錯啊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 我們去拍下一集 別忘記幫我們 訂閱、分享、開燈 下次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五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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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月